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亚洲经纪中国新闻部记者王海纳 下面让我密集关注一下8月8日亚洲经纪的主要新闻 首先来关注下头版新闻 韩国城乡收入差距创历史最高值 据韩国企划财政部农民续产食品部等机构的统计显示 去年韩国农村家庭的年均收入为3103万韩元 仅为城市家庭年均收入的57.6% 专家认为农村人口老龄化 农业资本货物价格上涨 农村家庭收入领域政府预算减少 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计划通过改善流通结构 推进农业阶级共同使用 设立农业资本货物流通中心等政策 来减少农业经营费用负担 保障农村家庭收入 韩中公共外交政策论坛下月在首尔成立 韩国外交部近日宣布 韩中公共外交论坛将于下月在首尔举行成立仪式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前外交部长李兆兴 韩国公共外交大使马宁三等两国相当官员 届时将出席仪式 两国计划今后每年举行 由高层官员参加的论坛 政府还计划将论坛发展成两国公共外交政策协商机制 同时韩国政府也正在通日本就成立公共外交论坛事宜进行协商 韩中日三国去年5月举行首脑会晤时 商议加强公共外交合作 但由于中国和日本围绕钓鱼桃问题 矛盾升级 因此先成立韩中论坛 政府计划在分别运行韩中韩日公共外交论坛之后 正式成立韩中日三国论坛 下面来关注下二版新闻 江源道襄阳机场有望对中国游客实行入境免签 为加速襄阳机场的国际化脚步 江源道政府目前正在推进中国游客72小时入境免签政策 该政策正式实行后 利用襄阳国际机场的中国游客 只需携带国际旅行证书 旅游日程 机票等有关文件 就可免签证入境韩国 江源道方面表示 由于政府对此方案采取积极态度 该措施将有望最早于今年年底正式实施 以上就是8月8日亚洲经济的主要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亚洲经济官网 以及新浪通讯微博 谢谢大家